好,這個營建署署長好不好 好 署長 這個 我們編列那個 22億 3542萬9千塊 那其中有多少是用在這個老舊房屋改建的計畫 裡頭 老舊房屋改建,如果它是改建 只是修的話 它是屬於這一個 要申請修繕的 那這是我們有更新的維護 我們也在都市更新有自主 申請自主更新 我跟你講,我的意思就是等於更新 對 對不對 這個 因為我跟你講,尤其山蟲 之前我就講過了 山蟲是一個非常老的社區 它的老舊的房屋實在太多了 你怎麼沒有老舊的要更新的 現在目前為止有幾個來申請 其實那個自主更新 如果只是做拉皮申請的 現在全國申請的件數非常少 主要都是回家回不出來 因為它要配合看 所以 處處自己也要出一半 那如果是申請都更呢 現在有多少件 申請都更 我們是沒有詳細的事 因為有的都在地方政府的手中 我跟你講,三重 審查中有兩件 可准重建的 三件 那可能是指的是為老重建 也是 所以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你必須要讓民眾了解 我們有這個預算 所以你們要來申請 你要讓他們知道 老舊房屋實在都是很危險的 對,一定要加強宣傳 讓他們知道政府 有這個補助款在這裡 我親自來錄個 然後再臉書給他公布一下 再來請拜託 OK,這樣最好啊 我親自來錄好了 其實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也有打算文宣齁 也是可以的 你宣傳還可以 不是啊 我們既然要有的這個政績 你必須要去宣傳 讓民眾知道 你不知道法庭人去做 政績才會好嘛 我們都可以分 你內政部要怎麼處理都可以 你需要我就說啊 拜託委員 這個我們 好不好 我希望很多事情 不要自己 只關在房間裡頭做 要讓民眾 說我們有這個法庭 你要怎麼申請 要怎麼用 這樣最好 這要讓大家知道 不然大家怎麼申請的行數 這樣 這要怎麼處理 拜託委員 我們到底來錄 你錄出來後果比我更好 沒有啦,你也不錯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好